前衛研究所 來到第三部分的前衛研究所 今集繼續有馮展鵬跟我們分享 他投資理財的心得 馮展鵬聽聞你開公司之前 你拿著那塊錢原本好像有其他的用途 當時我和舅母談過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股神 她真的炒… 全家都股神 只有她 你媽媽聽說你買股票多厲害 熱衷而已 熱衷而已 媽媽喜歡投資 對 並不對 也可能因為舅母的影響 舅母當時給你什麼意見 當時她買了樓 好像是由太子轉去馬鞍山 轉了大樓 她轉了兩次 然後她也想著… 當時我自己也想著看馬鞍山的樓盤 然後想著… 對 當時又交流一下大家去買什麼樓 但最後還是決定用這塊錢去做一些我們比較能控制的東西 原本想要做首期 結果拿去燃燒夢想 對 但買樓不是一個能控制度 就是擔保你之後不用再擔心 不是 以一個投資來說 我覺得不是太強烈了 我本身對於這方面的認識比較貧乏 我明白她的儲惠意思是 如果她做一個資助者 她每個月要付一塊錢去供樓 她可能無法規定前景 其實你見她們的投資經驗 有沒有啟發到你 要很有心力 很有心力 這個就是我不見面的 你見她們是怎樣有心力 她們是多有心力去營運 好像回到正職那樣 真的回到正職那樣 我媽媽也是回到正職那樣 因為她之前有工作 有正職的 當她退休的時候 她才全職去玩鼓 那她用了多少時間 我真的不知道 即一開始已經坐在那裡 即每一早睡醒 你見到她才簡單來說 見到在電腦上 見到的 或者下樓下街坊跟人聊 電腦很多 電腦很多 我每天都坐在電腦前面 你不停聊 你不停聊 其實看著就行 我都不知道 其實股票投資有很多不同方法 有些人是長線 有些人是玩日常運 日常運 即每天怎樣數 上樓怎樣做 對… 如果要斬完 當然你自己有少許做功課 你也有策略 如果一天可能一千多百 也有機會可以賺到 這天零用錢便可以 所以你媽媽每天都收攝 之後才再走來走去 其他時間都可以報在電腦面前 對 那你有否想過 例如你開公司 除了做生意 會有收入之外 你其實是不可能再靠 逐點逐點儲存 即儲存是一個慢的積蓄 也是被動 是的 但投資便可以一次過賺到 夠大錢 又可以再買多些器材 去發展你的公司 你會向這方面想想 其實…所以不是把公司搞出來 但公司都要有… 因為它是一個投資 對,公司是投資 但公司的資金都可以再分一些 真的去股票市場賺錢 又賺回公司 你伴侶會有這些人 是嗎?應該會 是,但你卻沒有參與 我知道真的沒有參與 不過據我所知 你不是偶然間 都會跟從你媽媽的一些建議 或貼切 都會有少許簡單的股票買嗎 就是買的是哪一類型股票 就是匯豐 匯豐 匯豐 就是死亡匯豐支持 那些最安全的 就是藍籌股 就是最安全的 就是當是存錢 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不如這樣 我們換句話題 就是如果忽然間 收到一大筆的板稅 或者一大筆錢 落袋 那這個時候 你會作出什麼投資分配 應該會放回公司 你也不拿來買樓 我也是不拿來買樓 為甚麼 因為其實我知道 現在我們辦公司辦公司 真的可以從小滾到大 是很簡單的 不是很簡單 你覺得有希望 是有希望 你可以從大筆錢 插到甚麼都沒有 是 也可以從小的產品 滾到一大筆錢回來 是 這個就是 之後 做完這個產品 我們的市場 如何去部署 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發覺很多產品 是 一塊的垃圾 你只要那個店舖做得好 你真的可以 找到 可以是變成一個大產品 因為始終這個世界 都是說包裝 沒錯 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有條條子 就好走很多 其實找投資者 都是一個 挺好的選擇 因為… 你這麼害羞 你也會找投資者 會的 會的 他在網上找而已 還有一件樣子 你仍然覺得是在網上找嗎 有些可以… 其實有些可以自己找回來 即日有些可以自己找回來 即日有些可以找回來 即你其實出完那個產品 我想真的不是甚麼都沒有 即即是就算是這個 我撲完一次 有人看到你的技術 那投資者真的會覺得 我們是做出一些事情 只不過是 商業計算上 所有東西是有少少問題的 但他們都會肯投資 因為很多時候 生意人 他們缺少的就是技術 是 就是技術上的東西 問題我們就是有這些東西 而沒有生意頭腦 那假如真的要你 在投資外幣 股票 其他衍生工具 或者買樓等等不同的 投資方法裡選擇 你自己個人會比較喜歡哪一樓 應該怎樣都會選擇買樓 因為感覺上實在一點 實在一點 實在一點 還有… 真的不是太… 習慣數字的遊戲 即不需要你太理好 總之每句定時定後 付錢就行了 真的有東西在這裡 我可以住的 是的 即你也不是比較喜歡 那些虛無飄飄的東西 即你比較難掌握抽象的東西 但一踏入試過買樓 就會知道可能在樓價升跌期間 換樓又有另一筆錢出來 是的 那你會不會墮入這個循環裡面 即你是想自住 但問題是 到一個機會來到 你沒理由不買 是的 一定不會轉大樓 即他也有些心得 其實每個人都會對這個 都有點野心 不過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買樓 如果你樓市高位的時候 如果你貴賣貴賣 其實沒甚麼可以賺 你也是一月樓打互聯營 除非… 為甚麼投資買樓 你有賺的 就是你有一層以上的物業 你自住的地方都不動 然後你其他的放租買賣 那些才有得賺 所以你有錢應該買樓 然後再買樓 再買樓 沒錯 是嗎 是… 是否跟媽媽也是聊天 這些事情 當然是跟舅母聊天 因為舅母太厲害了 當時我不進入買樓 因為他太高了 他勸你的也是 他有聊過 不是勸的 只是給一點點意見 是 現在進入其實 真的不太適合 這段時間進入 你舅母真的有甚麼風浪 未見過 我真的很想認識他 還要白手輕膠 但其實我們在聊天幾集都說過 就是我們一個天才型的藝術家 應該陪著一個很實在的女朋友 是 那你女朋友自己沒有再給多點心機 投資去幫忙處理你的問題嗎 大家都有同一個型人 是嗎 大部分的藝術家 都是跟媒體這些東西 那你問你是否說 你女朋友會實在一點點 是嗎 實在一點點 也是只是吵 是 但他也是天才型的人 也是做設計畫 對 他喜歡玩裸男的 OK OK 可能就是這樣 才可以一起捱過一些 別人會覺得很難捱的時刻 但他反而 他也是靠儲錢 他也不是一個投資的人 只不過他管理上會比較好一點 嗯 女生比較穩困 對 對 對細數的處理會比較上心 沒錯 我們經常不知道花在哪裏 那你很幸運 對 真的很幸運 其實今天很開心 和馮展鵬聊天 因為可以看到一個 其實比老國一張歪 一個小小的心得 就是無論你多有才能 也好 即你如何保佑自我過程中 如何向外界溝通 或者如何跟人家相處合作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分量 在這裡就預祝馮展鵬 公司快點有投資者來投資 希望你能夠快點有機會 買樓 和女朋友能夠住在一起 拉一張 拉一張 希望你成功了, 好嗎? 好, 今集就到這裡 下集再有機會和大家聊天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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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各位張Y 突然多了一塊錢 你會怎麼用呢? 這麼棒 請馬上去HKWiFi.com.hk的圖 和大家說一下 你會怎麼用這塊錢呢?